來到例題十五 其實和例題十四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你知道 第一件事,Expand 即是叫你爆判好 第二件事,我們知道乘法 在前面乘和後面乘 次序不關事 所以這次純粹做了轉樣 考考你 做的方法是一樣 即是把這個數 乘給入面這兩塊東西 好,第一件事,把大個固庫 斬件先 斬兩件 其次我們要把單件的 乘給他 又乘給他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期望大個固庫有兩塊東西 我們答案都要有兩塊東西 所以第一個數 先乘數字是十五 然後x二次 第二個數字是乘負數 即是減十個xy 好,接著到下一題 今次有三塊東西 大個固庫 所以答案都要有三塊東西 5x 逐個成 5x 乘第一個 變成45x 三次 乘第二個數字 變成負數 然後是40x 二次 乘第三個數字 然後我們得到 負20x 圓結 好,之後 一樣很簡單 斬三結 但留意這次乘的那塊東西 是有負數的 所以乘的時候 要負數給他們 先乘給第一塊東西 負負得正 即是正 77x 三次 乘比第二塊東西 正負得負 所以第二塊是減的 7 3 2 1 x 二次 之後乘比第三塊東西 正負得負 所以也是減的 減的 7 6 4 12 x 就是這樣 一模一樣 我們說乘的時候 如果一塊東西 乘比多塊東西 那麼我們說 多塊東西 有多少塊東西 答案 就要有多少塊東西 而且每一塊東西 都是被乘過的 沒問題 就去看看classwork 多塊東西 輸了